香港歌手龚硕梁两年前涉嫌在澳门山顶医院殴打当职医生一案 相信不少人还有印象 检察院今天正式宣布对龚硕梁提告 案件会在下个月开审 香港歌手林以莲刚刚举行完演唱会 禁歌热舞不在话下 绯闻男友龚硕梁在台上的一招双膝下跪 惹来各界解读两人是不是好事已尽 新绯闻闹得满城风雨 不过不知道李毅莲是否了解 这名形象火爆的新绯闻男友正面临着一场官司 因为澳门检察院已经正式对龚硕梁提出多项控诉 包括控告他侵入限制公众地方和加重伤害身体完整两项罪名 下个月就会正式开审 事件起源于两年前 龚硕梁的前肚土生级女友因为肚子疼 到澳门山顶医院急诊部求医 疑似自己被非礼 结果还没弄明白事情经过 龚硕梁就一度挥拳怒打一声 导致对方眼角暴力要留意 虽然现如今龚硕梁跟前肚女友的恋情已经成为过去 不过当年的一时冲动 如今还是要负上刑责 澳亚卫视马永飞澳门综合报道